嗨摸摸摸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一篇Bagian D吧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Bagian D的题目 那大家也知道Bagian D呢 就是我们的Karangan的部分啦 好,那我们要开始写Karangan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一点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题目 那这个题目是 意思就是说 我叫你注意看这一个图画 OK 接着我们就写一篇Karangan 一篇作文 就是我们可以写格式性的作文 例如Jatatan 或者是Sharahan 或者是我们可以写Laboran 等等 还有Surat Didak Razmi Atao Didak Ber Format 就是我们可以写没有格式性的作文 就是那种图同段落的这种作文的写作形式 OK 所以同学们可以选哦 你要写哪一种的 就是看哪一种Karangan的形式 是你比较拿手的 你就可以选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同学写Jatatan 他们的发挥会比较好的 然后有的同学是写那一种技术文的 就是故事的形式的会比较好 所以不一定是说如果你写Karangan Performat 你的分数一定会比较高 不一定的 主要是看你的整体的表达 OK 所以最重要的是选择你拿手的表达形式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边一个条件哦 就是说你的作文呢 是要50到80个字之间 少过50不可以 意思就是说不要太短 也不要太长 OK 所以在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啦 如果50到80个字之间的话呢 四端到五端是刚刚好的 然后每一段呢两个句子 就大概是80个字了 那当然如果这边写50到80个字啦 如果你写50个字 可能内容就会没有这样足够咯 所以呢的话我的建议是 越靠近80个字越好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一篇各个图画 我们要怎样去写这一篇作文呢 是不是可以马上拿起笔就开始写了呢 我的答案是不 为什么呢 因为啊你看啊 这一个部分其实分数很高 20分 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20分还没乘2的哦 20乘2就是40分 哇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你写好这篇作文 例如你可以拿满分 100分你拿到40分了耶 哇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plan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bagian d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planning 就是我们要先计划一下 我们要怎样去写 这样子我们整个表达呢 就会非常的流畅 比较完整 那我们要怎样做planning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作文大纲 那在这边呢 我们每一次看到之前的作文的影片呢 都是有关系到口诀 对不对 那作文大纲其实有口诀的哦 就是我们的开头 开头的口诀是什么呢 好我写在这里啊 开头的口诀本答不乱 我们可以背这个口诀是 食人动地 他和跟魔术造句法非常的相像 就是我们在开头可以写时间 发生的时间 发生的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谁呢 ok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谁 故事的主要活动 动就是活动 主要的活动是什么活动呢 好像在这边主要的活动就是burkerboot 就是我们去夏天种东西 gardening啊 ok 接着地 地是主要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写kerboot 你就是菜园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开头 我们主要介绍食人动地 那接下来我们写内容和结尾的时候 读者就是读我们作文的人 就知道你其实在写什么 所以开头其实是主要的介绍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背着口诀起来 食人动地 好 那接着我们到了内 内是什么呢 就是内容 那在内容这边我们到底要写什么呢 那因为这把Gandhi它没有很固定的 要你写关于一个只是burkerboot而已 还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蛮open的一个题目啦 所以在这个内容的方面 如果你真的不懂这边的动词 他们在做什么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当成它是一个YouTube的影片 ok YouTube的影片是怎样 就是我们看YouTube我们会pause一下对不对 我们会按一个暂停键这样子 pause了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 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 诶其实这个故事之前是什么事情的 这故事之后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故事之前发生的就是我们的开头 食人动地 我们要先介绍他们做什么 我们就到了内容 就这整个故事他们在进行着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到了结尾 就是这些事情他们办完这些活动之后 他们会做什么 ok 好 那内容呢 如果你会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把里面的人做的动作 list out 写下 然后我们把它用来造句 就这么简单 是的 ok 所以我们要先写什么呢 在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我们有小小的langga可以跟啊 就是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种的那一个过程 那好像我们刚开始种东西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除地对不对 我们就跟着这个sequence去走 所以除地叫什么呢 哈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锄头叫做张骨 那么这个除的动作 我们加一个闷 ok 变成闷张骨 好 大家可以写下来啊 闷张骨就是除地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闷张骨来造句 会是非常的简单 ok 来 接着我们闷张骨完了 我们会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拔草啊 或者是收拾这些杂草 对吗 那拔草叫什么 拔呢叫做闷插布 来大家可以写下来啊 MEN CHA BUT 闷插布 拔草的拔 然后那闷插布完了 我们就会松土对吧 那么松土叫什么呢 松土叫做 MENGEMB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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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A 就是松土 ok 那松土完了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种了咯 诶 这个图没有告诉我们种耶 我们可以自己加吗 当然可以啊 你就可以加MENGEMB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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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原来我们种的是加工 好,那我们可以收割了,对不对? 我们可以采摘了 那采摘叫什么呢? 采摘叫做 我写这里啊 就是采 好,恭喜你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它来造军 好,那我们这里有六个动词,对吗? 我们是否要把这六个句子都变成同一端呢? No,太长了,我们段落不平均 OK,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planning一下 我们要怎样把它分段 OK,你可以把它变成三个一段 三个字一段,或者是两个字一段 所以如果这边有三个字一段的话 例如 就是说我们有两段的内容 OK,所以内容 内容,第一个内容我们写第一个字 那我们加上结尾的话 就是这一篇作文我们有四段 OK,那如果你不要 你说啊,我不要内容这么长 我可以把它写成三个内容写成五段吗? 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 好,那结尾我们要怎样去写呢? 那结尾又有口诀了 三个字而已 那就是 十 结尾 对 OK,十是时间 结束的时间 几时啊,我们已经做完这个活动啊 然后,结就是结尾 OK,结束的活动是什么? 例如我们做了,我们就回家咯 不浪科鲁吗? OK,或者是我们吃一餐 然后才回家 这是结束的活动 那么感呢,就是我们的感想 通常同学是喜欢写根比拉 对不对? OK,你就可以写满足啊 比如巴萨迪,根比拉 这就是你的感想 你还可以写原因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 OK,所以其实写作文就这样而已 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你要会这个口诀 识人动的 然后,造句 然后,识节感 就这么简单 那造句我们要讲造句 就是我们的魔术造句法啦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魔术造句法吗? 人 动 什么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造句 那我们人动什么写完了之后 你可以加低识圆形 看你要怎样去 让那个句子的内容更加的丰富 就这样简单 OK,所以现在呢 我们已经计算好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 开始写我们的karangan 好,那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